一群学生浩浩荡荡 拿着海报在学校里徒步游行 每到一个定点就扯开上门 呼唤口号 要向大家宣传 校内传统的慈善乐 已经在这个月正式开跑 12月17到19 慈善乐乐会 等你来一位 举办游行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想要让全校的师生都知道说 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活动 慈善乐的活动 因为关怀老人 甚至是去服务一些 需要帮助的人的对象 都是很重要 朝远科技大学学生会 每年都在12月举办慈善乐的活动 邀请学生前来当志工 与地方社区进行服务 今年规划一系列活动 包含独居老人照顾 国小全聋办读 还有社区扫街 以及募集爱心发票等等项目 希望在校内提前宣传 能够号召更多学生一起当志工 就是认识到很多新朋友 然后就觉得大家一起做爱心 感觉很棒 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的活动 有关怀独居长者 然后还有 我们会到国小去做客后辅导 那客后辅导的内容的话 基本上都是 去让小朋友体验到身心障碍 或者是一些有残障的部分 那他们是怎么去生活 然后还有我们在 乐林社区服务的部分 是去陪长者 在早上的时间 我们去陪长者 做一些手工艺的部分 或者是去健康处境的活动 扫街的部分 扫街 对啊 因为 其实 学院蛮垃圾 台湾环境有些不太好 就希望 社区环境可以好一点 所以你觉得参加扫街最有意义 嗯 校方对于学生自发性的活动 表示肯定 认为学生利用课语时间 从事社区服务 不只找回大学生的人情味 对于增加生活体验 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希望结合师生力量 回馈物丰当地社区 在冬天里 传递更多温暖 记者洪嘉宏 他就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